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律师公民行动联盟 赖伟杰理事来谈 就是另外一种就是说 其实空屋的这个来源跟分散 那台湾人民怎么监督 那我想他们的这个透明足迹 其实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各位先进大家晚安 我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赖伟杰 那本来今天要来报告的是 我们绿盟的这个研究员 曾鸿文 但是因为他这礼拜家里有几次 所以整礼拜都大家高手 所以今天就给我来跟个报告 那今天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这个空屋的这个来源跟分散 那台湾人民如何监督 那这个当然是主办当局给我的题目 但是我觉得也是蛮切合的 就是说今天我们刚刚谈 像六清或是这个诉讼 都觉得是很遥远的事情 那但是其实说实话 其实并不遥远 因为当地的居民可能受到 很多环境的冲击健康的风险 但是另外一部分呢 随着这个污染 它透过食物链 其实我们在台北吃了很多的这个东西 也都来自于中南部的非常多 其实是工业区附近的这些农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监督已经不应该 只是说当地居民去做的事情 而是我们如何重新来看待 这个事情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绿盟在关心这个议题 其实这边有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像各位看到这样的新闻 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学者专家 包括台大的这个团队 那做了发现其实是对当地居民 有非常高的致癌的风险 但是这个东西呢 其实台数他大概的回应都是这样 这是他们的新闻稿 他写说六清的厂区是依照环保署的 环平审查程式 对不起程序 通过审查跟设置 那相关的污染的排放标准 都低于环保署的容许排放标准 简单来讲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以法律来看的话 他们都没有问题 他就用这个东西来回应所有事情 就是说你们这段检测出 谁的风险高谁怎么 其实跟我们都没关系 因为我们是合同规定的 这个是台数一个最标准的 致氏的这个回应 那一个他是把政府抓过来 就是说政府你们设了什么标准 我就照着你的标准做 第二我们都比你的标准还要来个低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想要试图去重新去看待 就是说好 台数他就以依法来当做 他所有问题的一个答案的话 那我们就想回去看 就是说那这个标准 这是政府设置的这个游戏规则 就定定一个所谓的标准 那台数都比他标准低 这样的游戏规则 这样的政府的治理的机制 到底真相是什么 我们都假设这个政府是 的确想替人民把关 那那个把关的整个体制是怎么样 那所以我们 就是说绿盟大概已经筹划了两年多 就是我们就想去看 政府你自己来做监管的那些资讯 到底是什么 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 也是我们想去解构这样的资讯 那所以这种核心的筹业就是说 好我们要求政府把你所有去监管的这些资讯都公开出来 而且这个不是隔一段时间去监测的 我们就是要你从现在一笔一笔 呈现出来的资讯全部都开放出来 那这个其实就是要政府提供 它的这个排放检测的一个大数据 那我们就是以这个长期的这样的资讯呢 累积下来我们好好去看待 政府是怎么去帮我们把关 所以我们大概从这个去年 是一整年把六清里面 就是六清工业区里面 有被政府监管要把所有它的排放资讯 这个记录下来的这些资讯 我们要有政府 他是有这个资讯的 那我们就不断的24小时的把这些资料 就一直留下来 所以我们累计了一年 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资料库 也就是说去年的六清有很多排放 排放口的资讯把它抓下来 那我们是希望以这个资料库做一个支点 那把这个资料整理下来 那让更多的监督的可能性发生 那当这个系统性的汇入这些资料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另外我们想做的东西就是说 所谓的透明足迹 就是说那这些资讯呢 如何变成一个我们了解的这个环境 那变成一个我们都可以掌握这些资讯的前列 也就是落实环境的这个知情权 那当我们不断的去下载这些大数据的时候 其实未来希望能够让大家去查 就是说那这些数据到底是怎么样 那它排放了什么东西 它有没有财罚的资料 刚提一看说其实有财罚资料 可是你去了解 发现它财罚资料只有什么 只有跟你讲它罚多少钱 它没有跟你讲它到底违反了什么事情 后来有没有改善 也是这个资料是疏漏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更详细的资料 库的建立去掌握这个知情权 另外这个知情权的可能性是说 如果它是瞬间的资讯被我们可以掌握的话 我们即使远在台北并不是在云林 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去做检举 如果它有超标的话 那也就是让整个监督的机制变成不是一个制式的 而是不特定的 所有人都可以去监督 那透过这样把整个环境治理 跟监督的能量把它锁起来 那这个过程就有很多的跟民众参与的一种方式 是更为多重 而不是说我住在云林 我住在彰化 我看到烟囱冒着奇怪的烟 那我去监督 而是说我们不特定的任何人 都可以透过这个网路的数据 那去做这样的监督 那这个过程里面可以跟各式各样的监督的模式 可以交叉去比对 所以不管是在地的监督者或者是说网路的使用者 还有关心这个议题的所有的民间团体 甚至是一个进步的公务门 这变成是一个多重的一种监督的可能性 好 那在各位一开始就说 这些资讯不是我们去测的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钱 所以我们要求政府把他资讯 这个有去监测的资讯全部公开 那我们现在先锁定了四个资讯 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是这个空气污染 第二个是水的 那第三个是企业的违规的资讯 那第四个这个东西就现在完全没有 就是说到底这个企业 他享受了多少政府的注税减免 那这些东西我们希望未来呢 其实把这个政府公开的进度摆在首页 那每个不特定的人都可以进来 要求政府你要继续的公开 而且要更完整的公开 希望通过这个不特定的群众力量 让政府能够有更多的资讯的透明的公开 那刚刚各位可以看就是说 其实这个资讯呢 像50% 30%呢 这个里面再点进去呢 其实是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其实很多机会 很多时候是到政府部门要求他公开 那大家在这个国益的过程里面 让资讯慢慢慢慢能够越来越多 是呈现更透明的状态 那像这些资讯我们如果掌握到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成像这样的即时的网站 那各位看到那个红线 其实就是所谓的政府定的标准 那当他有超标的时候呢 我们旁边有那个检举的地方 检举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可以马上检举到这个 不管是在Facebook上面的那个线上检举 或是对政府做检举 简单的讲就是让企业了解 他的东西是不特定的人随时在监督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摆平所有人 以前他可能就说谁监督 云林县政府在监督 他就去摆平云林县 谁在监督上就是这么做 我们就要让他变成不特定的人都可以去监督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开始来试着去把去年一年的资讯来做比对 那居然发现有很多资讯的消失 那这个东西呢 也就是刚刚那个保罗的那个里面 就是说当1月13号的时候 在那个现场的时候提出这个资料 就是代表整个监测的体系有些问题 那法官就说这不看报纸 大概就是这个东西 不看报纸 好那可是我们后来去了解 就是说这些资料我们并不是指控政府 或者是企业把这个资料呢造假 我们想了解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资料有些是消失 那经过我们的一些了解 原来是这样子 就是说整个政府在做监督排放的所有资讯 抓下来以后 他会把一些资料就自动把它拿掉 那那些资料我们去了解就是说 我们是觉得这样子 就整个监督的底子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问题就是说 他到底这个监督的机制是说 外面住在附近的人会受到影响这个角度来看 还是是排放的人 从他的这个整个工业制程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发现其实 原来整个污染排放的监督 政府部门是比较从工业制程的角度去看 也就是说非常体贴 企业一定有他比较困难的地方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资料拿掉 譬如说什么时候呢 譬如说这个设备其实它停下来 可是继续在排放污染 因为不是停下来就不会排放污染 因为测到的就是说停下来 它还有污染排出来 那这个时候对外面的局面来讲 它其实继续承受这个污染的排放 可是对工业 就是这个工厂来讲 因为它是停下来不管是做检修或是怎么样 所以政府就说 这个时候他就不把这些资讯列为叫做污染的资讯 所以我们的感觉是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体贴工业的一个污染的管理的机制 那这样子对还是错 我觉得应该被大家所了解 那现在的发展就是说 其实政府打算去修改那些体贴的那个部分 还有没有可以进一步去控管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其实让我们继不了解说 原来我们相信政府的那个所谓标准 那标准之上之下 其实是有这些所谓的潜规则在这边 那这个是台硕没跟我们讲的 另外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透明足迹里面 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说 整个公民能够通过知情权跟参与跟监督 那整个可以串接起来 那再来是强化这里的治理机制 我刚刚讲 我们要不去了解这个事情 政府其实他们有一套 其实是比较体贴这个企业的方式 那这个部分如何再更强化治理的可能性 我们预计一个一个来检视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社会其实应该推动是企业社会责任 可是看起来企业不是这样 它就是你政府 有很多体贴它的方式 它其实就欣然接受 那这个到底怎么互动出来了 这个我们不清楚 可是我们想想 让大家更了解 就是说 其实我们承受的健康风险 其实这个法律并没有完全的把关 那再来还有一个是污染转移 这个境外的 这个合作问题 就是说 这个台湾好多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你污染台湾内部 但是有个就是说 你跑到台湾去投资 也是做了很糟的污染的行为 像之前的越南这些钢铁厂 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希望透过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料库 变成是可以跨区域 甚至是跨国 大家共同来监督 那我们的这个 我就跳过 我来讲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计划后来叫做 透明足迹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都听过 就是说 凡走过就必留下痕迹 可是我想请教各位 凡污染 一定就留下足迹吗 就留下记录吗 这可能不见了 那怎么样才可以留下这个足迹 留下这个记录 可能就要有很多很多的规矩 所以我们这个透明足迹 就是说你要能够留下足迹 第一个 它要被随时的监督 因为你过两天去监督 那个资料已经不见了 所以随时监督 那现在有没有要求 其实是 我刚刚讲 其实这个比例还非常低 第二个 它被监督 那个数据是有被诚实的记录下来 各位知道吗 你如果监测到一个数据 它可以透过一个公式 把它打折 这有点恐怖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是有这样子 就是它可以什么交证啊什么 就可以写一个陈设计 让它这个测到的数据再打个折 那这个我们不清楚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再来 法律项目有没有规范要检测这个 刚刚洪律师讲 其实治海物质有几十种 现在这个国际规范的 以及台数会排放出来的 有五十几种 可是现在被随时 及时监督的 大概只有三四种 油氧化物 弹氧化物 不透光 这只几种 所以那些没有被检测的 没有被规范的项目 它还是排出来了 那那个东西到底算什么 算不算污染物 还是算气体 其实排出它其实要的就是这种东西 另外 那个标准够不够严 就政府定的那个标准 真的是对人体的健康风险是最重要的吗 还是说其实别的方式 是一样也是体贴那个制程 设计外标准 这都值得弄 所以这个每一个程序 我刚刚讲的每一个步骤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以前没有去注意的政府的治理的方式 通常我们之外就说 啊 有没有超标 那台数就躲在这个没有超标下 它就没有责任 所以如何去把这个足迹一步步抓出来 我觉得就是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做的事情 那我最后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污染的这个问题 台湾的真正的治理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 就我刚讲 政府替我们人民把关的那一套是什么 我可能提出很多问题 第一个 污染在台湾的整套的监管体系在哪边 环保署它应该做到什么地步 还有环保署以外 还有没有政府部门应该做什么事情 例如说台湾还有经济部工业局 对不对 它这个还有管理局 还有这个科学园局关系 这些都在替人民把关吗 还是只是替企业在招商跟协助 那这些像经济部工业局 它有没有职责是要协助这个厂商 好好把污染管制做好 有没有法律上的规定 那它有用去做 还有其他会不会到底怎么样 就这个我们想象的治理 好像比我们这个简单的认为 有没有这个超标问题来得更复杂 那再来是像台塑 它去年的税后的存利 就赚的钱就赚了2076亿 这么多 2000多亿的钱 那可是整个像六金 以及台塑在各地的这些工业区 的环境监管成本是多少 就到底有多少钱跟多少人 投注在监管这样的东西 还有这个钱到底是谁出 是台塑出还是政府出 那如果政府出不就是从我们纳税人的钱去出吗 还有到底是谁来监管 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都我们必须重新去思考 所以我最后一页讲的就是说 这个环境诉讼 这次的环境诉讼 这个法官一直要找这个举证责任 要搞关联性 可是我觉得这个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 整个台湾对污染的治理 其实有非常大的问题 我不一定说一定错 可是好像有很多问题 那这些东西是治理上的问题 可是却要民众去承担 那我也是好奇 就是说那司法体系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不太算是叫公民科学 但是我们只是想从政府的治理这一套 我们去尝试的去看看 它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这不是某种程度的一种监督 所以跟各位做这样的报告 谢谢韦杰 就是说其实提供了 从一个环境治理的层面 然后指出了现在台湾的 这样子的环境治理出现了什么问题 那我想刚刚从几位的这个语谈里面 然后谈到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制度结构的这种失衡 其实使得就是在地的居民 他其实担负起那一种 就是说要受害取证的一个责任 可是刚刚我想韦杰有提到 就是说台数一年算了 大概他的那个 静后的遗余大概两千多亿 对不对 大家知道说刚刚说谁来监督 像刚刚讲这个透明足迹 其实募款大家知道是多少吗 目标是多少 三百万对不对 可是你看小小的这个 我们刚刚讲说三百万 可是要发挥监督 这个就是盈余有两千多亿的 这样子的一个石化工业区 那其实是相当的这个辛苦 所以在制度上的这种 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调整 怎么样让刚刚讲的说 是从这个受不染者的角度 还是说是替这个工业制成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所守 那我想在我们的这个监督机制里面 其实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那接下来